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均现了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力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呢 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 Won的提示词 文身图要怎么用 因为有人在留言区问 那主要就是根据这个 我整理好的三个公式 有基础公式 主要就是主体加场景加运动加镜头语言 氛围这些 然后这里呢 有中文翻译跟英文翻译 然后运进公式也是 就是运进的描述 然后旁边就是这些运动的描述 然后一样有这个提示词的这个中文跟英文翻译 还有行变公式 就是把主体A变成主体B 就是原本的主角有变化就对了 那这些公式呢 我会一样 我会把这些公式文件给各位 那要怎么使用这些公式呢 就是把这个呢 贴过来这个设定档 然后你直接给题目呢 它就可以输出三种公式的结果 那这个设定档 我们用在这里哦 这个CreatePreferentity 这里呢 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公式的设定呢 复制贴过来 这样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那你名字要改一下 我们随便给一个名字 好储存已经有了 就可以看到1234就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Google AI Studio的这个模型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OpenWeb UI这里呢 把设定档呢 写进去 然后可以去玩不同的模型 那我这里呢 是用这个NAMA3.370B多变的这个模型 这个是多变化的 这样 那 我们就是把这个设定档写好之后呢 再把它储存 那这个设定档呢 它也可以直接汇入 我也会把这个设定档给各位 这里呢 把这个档案呢 按这个汇入模型 直接选进来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直接汇入了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给它一个题目 给一个旗袍美女 给一个旗袍美女 有没有 它就输出三种公式 然后我们可以就直接 把这些题字子呢 复制到这个文森图里面 然后 然后呢 大家直接把这个工作流呢 拖移到这个COMFUI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吧 然后这个是我之前跑的这个 这个 范例 就是一个女模法师的文森图翻例 可以看到呢 这个在本机跑的这个模型呢 虽然效果没有那种 就是晚站的模型那么突出 但已经是可以接受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这个 这个我们 另外写的提示值 那这个是可林的 刚刚看的是可林的 然后我们来测试 我们这个另外写的提示值 好 这是一个奇袍美女的提示值 我们来跑看看 然后我们也来跑这个海螺看看 一样哦 我们来比对这些 大网站的模型呢 跟我们消费级的显卡 本地跑的差距 可以跟各位说 大网站一定是比较好的 那本地的一定效果会差一点 但我认为 这个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好可以看到 现在效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来看这个提示值 红色奇袍的美女呢 站在上海的街头 然后背景是有 建筑物跟霓虹灯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效果已经是很不错了 只是背景有点虚化 那这是无可避免的 毕竟是家用型的小模型 那有这样的效果很好 那我们来看海螺 海螺效果也很不错 那这个街景也都很漂亮 那我们看可灵 可灵效果也是很不错的感觉 对也都是看起来很不错的感觉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使用 那这就是这个 纹森图的使用方法 那我们可以来测试 其他公式 像这个行变公式 我们可以来测试看看 我们一样跑三个下去比较 一样用旺 然后再用海螺 再用这个可灵 好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出来 它好像没有办法把老太太变成美少女 不管是旺模型还是海螺模型 或者是可灵模型都办不到 那这样我们就来换换别的提示词 我们跟他说给我们三种不一样的行变公式 好他现在给三种了 那我们来用这个科幻变身好了 那我们来用这个科幻变身好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效果出来了 那它大概是只出来了一半而已 不过我觉得这个效果已经有出来了 就是要再去抽卡试试看 那我们看海螺 海螺效果也是算可以接受 就是人变成这个机器 就是变成这个机器人 那这个可灵的效果也只出来一半 主要我觉得是要去调这个提示词的相关性 那越左边就是让它越自由发挥 越右边就是让它越遵守这个提示词这样 那这个各位自己再去慢慢玩就好了 主要就是跟各位说 这个提示词呢 我们直接交给这个设定好的AI设定档 去帮我们写就可以了 不要自己写那么麻烦这样 那这些公式呢 都不是我发明的 这些都是网络上人家要整理的 然后我只是把它弄成设定档 让各位比较好用 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这个 这个运镜的提示词公式 我们用这个Google的模型看看 其实都是一样的 直接复制贴上就好 那好处都是好用 很快 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运镜的公式 啊 不要太网了 复制过来贴上 然後柯林也是 然後我認為呢 在家用型的顯卡呢 用WAM是可以接受的 為什麼? 因為我跑一次文森視頻 大概是十分鐘 九分多鐘或者是十分鐘 那柯林呢 其實看這個不準 這個沒有那麼快 他寫等四分鐘 這個都要等十幾二十分鐘 所以你等待柯林的時間 也是比較長的 這樣 那如果只是想要快的人 然後又想要不限次數 那可以自己試試看 用WAM效率卡 然後提示指呢 我們整個生產呢 也都給你這些 這些設定檔 這些模型去測試 然後我們等一下來看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他 運鏡的效果 從後面這樣拉進來 這個紅色旗袍的 然後有紫傘的女生 那我們來看海螺 海螺也是 從外面這個拉進 看這個 紅色旗袍 然後有紫傘的女生 這樣 我認為效果 都是算可以接受的 然後你看柯林 還在跑沒有那麼快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看看 那我們主要 就是把這些提示詞 複製過去就好 那我們也可以換其他的 運鏡公司看看 不管你用什麼模型 都是可以用的 這個設定檔是萬用的 我們現在換三個不同的這個 並進提示詞 有沒有 他一樣也是給你 二三四 那為什麼這二三四呢 因為 上面已經有一個了 好 可以看到 可靈的效果也是出來了 好 好 可以看到 可靈的效果也是出來了 也是一樣 這個 山水的 從山水這個 鏡頭緩慢 移到一個 紅色旗袍的女子 然後 拿油紫傘甲 然後雨中散布 可以看到 真的 效果都有出來了 這就是這個 提示詞工具的 好處 那大家 也可以再去試試看 這個 這個相關度 自己再去慢慢玩 就對了 那我用的模型呢 是這個 文神視頻的 14B模型 這個模型下載呢 在這裡 然後我是用這個 14G的 這個 我的顯卡呢 只能用這個 14G左右的 那如果大家有 24G的呢 可以去嘗試 其他的 文神影片模型 這些文神影片模型呢 檔案越大的話 代表你 顯卡也要越大就對了 那我的電腦 是跑不起來的 還有興趣的人 在這裡去嘗試 這樣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 對你有幫助的話 請幫我訂閱 分享 按讚 謝謝各位